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山行币股公道,公司股票已被深交所决定终止上市,股份将在退市板块挂牌转让。 此前,中国国行计划收购山行币的上市主体,并使其私有化退市。 山行作为币股上市的唯一航司,其退市将改变国内八大上市航司格局。 山东航空在创建之初被称为闪电航空,但在准点率等方面并未显示出明显优势。 疫情影响下,山东航空遭受严重亏损,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。 币股的低交易量和流动性成为终止上市的原因。 关注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市。